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纵使如意爬得再高 也无法得到皇帝的关切 如意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子 在对待感情方面更是专一 乾隆本就是个多情的男子 尤其是妇产时离开以后 更是后宫家贫无数 这后宫之中如意就是一个 如意从侧附近到皇后 这一路上可谓是过关斩将 一个接一个的妃子想要置她于死地 她都凭借自己的本事来保护自己 可是没想到 最终如意打败了后宫所有的女人 却最终失去了她 事事后的如意为之变得不甘不甘 人人都为此为难她 皇上却任由别人欺负如意 如意的性子终究不适合帝王家 即使她为生存做出了许多改变 却仍然是一颗孤亲的心 平民夫妻永世不一 也许更适合她 这一个小小的愿望却成了皇帝的恼怒的根源 皇帝知道自己给不了如意想要的 所以才会恼怒降罪于如意 二人由此渐行渐远 最终如意断发被求形同废后 大家觉得如意坚持这样的选择值得吗